哈囉大家好 我是部長 這個 哇 從2016年一路到2020啊 這個四年的時間 我們終於喔 我們終於拿到了這個 十萬的牌子啦 Yeah 啊 想當年啊 拿到這個東西就可以去 在年中的時候參加這個 YouTube辦了一個官方派對 那現在你拿到這個東西 這派對也不存在了 所以對我來說 能夠拿到這個十萬呢 這是個里程碑的 但雖然說這好像失誤是 很多人都可以瞬間達到的一個東西 但是首先當然也是要感謝大家啦 就是在這四年就是不斷的 對於電影的熱情 然後就是喜歡討論電影 然後我們一起經營這樣子的一個社群 這個是我真的是非常感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雖然說很老套很客套啦 但還是就是真的是屬於我們這整個 部長跟部員們的這個社群 這個是屬於你們的 那當然就是過了十萬 就是要拍十萬QA嘛 這是一定要做的 上一次做QA影片應該就是五萬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走到了十萬 想當然就是一定要來做這個十萬QA啦 那前一陣子呢 有在網路上有詢問大家對於我什麼樣的問題 那今天就是整理一些我覺得不錯的 就來回答這樣子 那我們就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那當然在真的開始起呢 就再拜託各位 如果你喜歡電影 如果你喜歡聊電影 有很多看完電影有很多想法 想要跟大家一起聊天 我希望各位可以選擇這個頻道 可以把它訂閱下來 然後在這個地方跟大家一起討論電影 也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不管是對各位來說 或者對我來說 能夠提供一個開開心心 討論電影的地方是 真的是這個頻道的初衷啦 所以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地方 你逛一逛覺得喜歡 都歡迎訂閱起來喔 那最欣賞的YouTuber無關流量 那我目前真的有固定每一天啦 就是他是日更 每一天固定都會去找他的影片來看的呢 就是目前地球上最多訂閱戶的PewDiePie 那PewDiePie呢 現在目前是全球第一嘛 剛剛有講過了 但是他其實他的內容 一直都有在不斷的在做轉變 我覺得 不管你是追哪一個創作者啦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有參與到他的生活 你有參與到他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就是在這段時間 這一兩年來 我應該已經看了兩年以上了 就是一路上一直跟著 其實看著他跟他的老婆 現在已經是老婆了 Marzia兩個人的關係這樣子 一直一直成長 看著他們結婚訂婚等等的 結婚點 其實都會覺得 好像自己有參與到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在現在這個網路世代 能夠參與一個網路上的創作者 一段生活一段生命 我覺得這是最難能可貴的 那我平常會看的比較多的這個YouTuber 比較多是國外的啦 像我有一個很喜歡的就是 憤怒電玩宅 我之前應該有講過就是 Cinemassacre 大家可以找一下 那他就是在做懷舊電玩的 其實我自己 有個遊戲頻道 然後我一直都很喜歡玩一些懷舊的遊戲 他從小 他其實從小都對於影片有很大的熱忱 然後當YouTube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有很多很多的影片 就是用那種 錄影帶拍的那些東西的內容 他真的非常愛拍片跟電影這件事情 再加上還有玩遊戲 所以他等於是把這些內容跟他的想法 都轉移到了YouTube上面來 那他內容在YouTube上 其實如果你去看 其實他的製作你也可以說 他不是說非常的 說好像是很高水準的這種拍片 沒有他就是有走一種自己非常 在這個自己的小地下室 這樣小小的房間去做創作這種感覺 我很喜歡這種原粹 這種原生的一些創作 我很喜歡 如果說台灣我最欣賞的呢 我可能是會選娜娜大師 因為我真的很佩服 娜娜大師的這個後製的這個美感 我覺得他的那個特效 旁邊那些字卡 跟一些轉場設計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做得好漂亮 我很喜歡 我真的很欣賞他的這個內容 那當然我現在也在當他的旁白啦 而娜娜大師展開了他的三角貓 縫任大法 復刻了我是女生的超鏘造型 我也是從他在做娜娜大歌廳之前 就開始認識他了 然後他之後 他有一開始有在拍一些短片 然後之後才開始轉型 變成是做跟歌唱音樂有關 我覺得他這個轉型轉的真的超漂亮 一開始我看到他在做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說 你要把這個位置給坐下來 歌手跟網路這個節目中的這個結合點 你當作是那一個最大的橋樑 你會發現很多歌手都會願意過來 來找你一起唱歌 那就是現在目前看到的這個娜娜大師 現在目前這個樣子 所以我真的很開心 能夠參與到他的旁白 這樣所以我就很TIR開心 很TIR開心 好那第二題呢是 何時開始想要走YouTuber這條路 YouTuber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我本來就在大學的時候 就會學怎麼去拍片剪片了 只是說我這個內容要擺在哪而已 那以前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平台叫IMTV還什麼的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網路上有很多地方可以放 像以前也是放無名 以前就是把影片放在無名上面 那當時YouTube出來了 我就就是開始把影片往YouTube上面丟 我呢其實在美國呢 也有段時間也是在拍拍自己的Vlog這樣 其實大概那個時候大概才二零 二零 一零左右吧 我就在拍Vlog了 對那那只是說 回來台灣看到就是這些東西 好像似乎漸漸開始有蠻多人開始 系統化來去經營跟執行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我就順勢的變成了YouTuber了 第三題喔 很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然後跟布嫂是怎麼認識的 那我當時就有加入東森的MCN嘛 那那個時候是算是201617左右 就還蠻 真的是平到剛開始的時候啦 那他就是在做財務相關的 所以之前有去參加東森的那個MCN活動 就有遇到布嫂這樣 那我們就是有聊天 就慢慢就聊就認識了 欸?就認識了? 下一題啊 就說朋友啊 如果是不會看電影的 會不會很尷尬? 其實喔 經營了快四年的這個 電影社群啊 我覺得電影這件事情很好玩的東西就是 每個人去接觸電影的方式模式都不同 我可能喜歡這部片 別人不一定會喜歡 那我會覺得我現在目前做的工作呢 就是我會很想要去引導每個人 就是接觸到的人去看適合的電影 我不會就是說 欸我喜歡這部你就是一定要喜歡 我比較不會這樣 你如果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你的朋友不喜歡 那我覺得就是會去慢慢的去尋找 跟自己一樣喜歡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建立一個社群 那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 跟你一起愛電影的朋友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頻道在建立的這個 社群的這個一個原因啦 就讓大家可以多認識一些喜歡電影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身邊的朋友 他不喜歡看電影 我覺得也不用尷尬 因為我相信你們應該也有 其他的一起共同的興趣 那就是自然而然會去找 不同其他的這種族群啊 所以我覺得可以放輕鬆 不用那麼的在意 收益還可以嗎? 會不會太吃緊? 會 會很吃緊 請拜託多多 donate給我 連結在這個資訊欄 拜託 很吃緊啊 好啦 就是認真講 身為YouTuber 很多人都會 馬上就用我們的點閱速師 去算我們拿到多少錢 因為是有公司可以算的 就以目前來講 目前還OK 我覺得還算是 可以養得保自己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 到底算不算賺錢 我可以跟你說 目前我的狀態 還沒有到就是 可以大賺的狀態 目前的狀態不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最大的幫助就是 各位的訂閱 所以你訂閱了嗎? 居然還沒訂閱 OMG slap like now 趕快訂閱 如果不當YouTuber 最想要嘗試什麼職業 其實我之前 剛畢業的時候呢 我最想要當的職業就是 體育主播 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 體育相關的事情 有些體育 有時候不會打 但是我很喜歡 去瞭解他的規則等等的 我當時有一段時間 是真的非常想要當主播 其實現在 也是要對著麥克風 或者在大家面前講一些話 所以其實現在也是在當主播的概念 只是說 不是那麼的就是專精賽 去體育主播 我之前有去諾斯的頻道裡面 去當他們 當時舉辦那個2K NBA2K的活動 我去當他們那個主播 那就是覺得想要 好好的來講籃球這樣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很愛打籃球 然後我們最近也是 我們這一群Youtuber 現在每一個月都會 固定打一次球 我覺得很不錯 跟著這所有的Youtuber 一起運動打球 我覺得真的超棒 努力多久才到手呢 系統化的經營Youtube 是 大概是2016左右開始 就是開始做影評了 那其實在2016之前 好久 這個說真的 這個帳號本身已經存在很久了 從2010左右 其實自己這個頻道 已經存在到10年以上了 所以如果你去翻我以前的東西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以前都是拍一些生活影片為主 嚴格來算 就是從2016到現在2020 所以差不多就是4年的時間吧 一路走來有沒有什麼心酸的事情 當然是有啦 就是會覺得我們這一類的這個 頻道的成長速度都會比較慢一點 然後呢可能你也看得到 其他有相同類型的頻道 就覺得說 就是他們的這個點閱率 都比自己還要好很多啊 然後我就會覺得 當然會覺得很希望自己也可以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裡面 那當然我也知道 這件事情不能那麼的著急 但是偶爾還是會有一點就是覺得 啊就是好希望 你知道時間不會等人的 所以還是會覺得說 希望自己能夠早點 趕快進入到那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以現在目前來講 我還是一個人在做 今天我現在在拍片嘛對不對 我等一下拍完就是要自己剪 自己上字幕 自己上特效 上音效 然後輸出做縮圖 現在目前我都還是一條龍的狀態 那其實我一直都希望能夠 有一個剪接師可以養啊 那這樣子我可能只要在執行 這個拍攝跟 寫稿子跟拍攝的部分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看更多的東西 然後寫更快啊 整個執行速度會比較快一些 那如果現在目前是一條龍的狀態 我可能一個禮拜 就真的頂多就是兩支影片了 就是如果你說心酸嘛 大概約莫就是這幾個事情啦 看過最好看的電視劇 我會覺得 我目前是覺得是 因為我覺得他這整個 每一季的這個內容的質量都很平均 很優質 沒有說好像爛尾或是什麼之類的 有一段時間呢 我是覺得是權力遊戲 但我覺得很可惜 權力遊戲就是 滿明顯在 後面已經超出小說了之後呢 就每況愈下這樣 很可惜 但是權力遊戲還是一個非常棒 非常棒的一個電視劇啦 和表姐是兄弟嗎 丹妮表姐 你說表姐 兄弟是指說 是這種 有親戚關係嗎 還是說 像八滴八滴那種 對啦 我跟表姐是好麻吉啦 我們從國小就認識了 就是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他就是隔壁班 然後 我中間 國中高中就 就我們沒有在同一個間學校 然後到大學了 我們才考上同一個系 然後我看到他好像有點面熟 我就跟他詳認 問他說是不是 這間國小了這樣子 那就大學我們就比較認識 我們就是一起都安排在 學校那個 系學會的活動組 所以我們就一起辦很多活動啦 所以我們就等於是 算是 一起 有革命情感的那種 對 兄弟吧 是啊 確實 就是這次的疫情 確實對頻道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 本來就是要去適應的嘛 因為大家的狀況都一樣 那電影院雖然說沒有人看電影 但是我們還當 就是我就轉變了一下自己頻道的一個 一個路線 就算是有 比較多去做Netflix上面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還是有在看Netflix嘛 對 那最近剛好電影院也開始回來了 那有回流 那做這樣的內容就是 又重新提起技能 當辛苦一點的時候 大家就是要 就是要辛苦一點要忍下去 你忍過了以後 就是沒辦法嘛 生命就是如此嘛 有時候就遇到這種難關 那確實我們這個電影類的 是蠻辛苦的 但是最近好像有好多了 最近好多了 給對於影評這份工作 有興趣的人一些建議 我會建議就是 你看完一個作品 有感覺這件事情是 很自然不過的事 只是說你想到了多不多 你如果想到了很多 我當時就是想說把它記錄下來 那你記錄下來以後 你把它 現在有很多方法 可以宣傳出去嘛 所以你就是找一個平台 找一個網站 開始寫 那我覺得這基本上就是一種 留下你的想法的一種方式 我現在其實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你就不用去想什麼 你就直接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你就是做這件事情 反正真的不難 門檻真的不高 沒有說好像去考什麼 執照你才可以 對電影去寫評論 沒有 所以你就開始去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或許你的見解 產生的一些共鳴 然後就會漸漸進行起來 就有很多人 就是喜歡來看你的文章跟內容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興趣 就直接 Just do it 下一題呢 商業大片普遍都會有不錯的票房 在影評的時候 是否會逆風去批評 這邊的逆風意思是指 如果大家都喜歡的狀態下 我去講負評就是逆風嘛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有些商業大片票房很好 並不表示它的 出來大家的評價會好 對不對 你看自殺突擊隊 你看這個 蝙蝠俠隊超人 對不對 你說的逆風應該是指說 如果大家都喜歡 然後很多人都喜歡 你會去逆風去批評 我會覺得我的答案是 不管你做什麼樣的 這個寫什麼樣的文章 或者什麼樣的內容 拍什麼的影片 你有沒有對得起自己的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東西是影響到 呈現你的內容的整個態度 你如果對不起你自己 你呈現出來的東西就不真誠 那我覺得觀眾都感受得到 所以不用去管逆不逆風 那個逆風是取決於自己的 如果你違背自己的心 你違背自己的內心 那就是逆風 不用去管外面的風怎麼樣 你這個出去的這個風 是逆還是順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部長是否想過要放棄YouTuber這條路 我自己一直以來 這個都是一個選項 我覺得沒有說好像要做YouTube做一輩子 我自己會有一條線 如果這些條件滿足了 我就會很斬釘截田 一然決然直接就說 好 停了 我們要停損了 這是我的做事的方式 像我們之前有一個頻道有沒有 經營到蠻多 五十幾萬訂閱嘛 然後就是決定要收了嘛 對不對 當時就是因為我覺得 已經滿足到這些條件 大家就經過討論以後 就覺得差不多了啦 那但是我就是 我做事情的方式就是怎樣 所以你如果問說 我是否有想過放棄 這個放棄這件事情 從來都沒有消失過 都在那邊 只是現在的條件 還沒有滿足而已 你不能說好像就是一廂情願 就是開始埋進去 然後沒有想過後果 不能這樣子 從美國回來的心路歷程 跟回來台灣的這個適應期 其實說真的啦 我待在台灣的時間還比較久 我從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 我都待在台灣 所以我當時去美國個六七年回來 其實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所謂的適應期 我反而是在美國 有一個適應期有產生 因為當時去美國呢 那個狀態 臉書還沒起來 只有MSN 然後 當時在那邊也沒有任何朋友 只有親戚 所以其實當時對我來講 要努力適應美國的生活 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挑戰性蠻高的 蠻強的 然後我這輩子應該也不會忘 永遠都不會忘記 我畢業然後剛去美國那段時間 家人啊朋友啊 全部都台灣啊對不對 所以回台灣就是真的是回家的感覺 網路素食文化呢 看起來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是現在的趨勢 可是你看現在什麼最紅 Podcast Podcast一個節目動輒就是半小時一小時 大家還是聽得很開心 就是因為它的質量內容是好的 我覺得人會想要追求的內容是會變的 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就是 繼續做我現在目前做的事情 我覺得去照顧好自己目前的這個 這塊市場是我目前要做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機會跟空閒時間會想要自己創作一部作品嗎 這裡面呢 有一個事情沒提到就是 Money 沒有講到錢 拍電影是需要非常 就是多資金的 那當然如果有機會 當然是會想要嘗試看看 只是我目前自己會覺得自己的能力不足 因為其實當一個導演 這個現場所有的團隊 什麼攝影師啊 這個燈光師啊 還有什麼什麼演員 全部都是要聽你的 就是你對於自己的作品 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 樣子在 你如果自己都站不住腳 那可能現場所有人都開始質疑你 開始覺得你真的不專業 所以我覺得那個很快就會崩解啦 所以我覺得目前我自己還是 我還是看電影然後分享我的想法 給服務 服務我的 喜歡我的這些觀眾們 這個現在目前還是比較重要一點 還沒當youtuber之前有沒有打過工 有 我這個在大一的時候呢 有當過這個 流逸英文補習班的版哥 這是插黑版的啦 版哥 然後他們那邊蠻特別 就是你當版哥之餘 你還是要當這個班級的那個執行官 你要去看下面的學生就是 有沒有在那邊睡覺啊 有沒有在偷看別的東西 在那邊偷吃東西啊 就是還要在那邊尋啊 就要去尋這樣 然後上課的時候 也要對大廳這樣子喊說 誰年級班準備上課了 之前有去幫他們那個 就是集中營 就是考前那種集中營 然後要帶著 曾經有帶過他們的學生 就要大喊 就是說 建宗建宗建宗 北一北一北一 要大喊的那種 對所以 對就是 很特別的工作經驗 就是現在應該很難忘記 每次你問我問我 你有沒有打過工 我就跟你說 版哥 以物理來是怎麼看待這個職業的 這讓我感動難忘 其實 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天 YouTube會突然 會不見會怎麼樣 因為YouTube現在做任何的改變 或什麼的 都不會跟你說啊 因為我們的老闆不是YouTube啊 我雖然說他們有給我們一些分潤 可是 YouTube沒有聘我們 給我們固定的薪水 要我們去幫他的平台做影片 重點還是在怎麼經營我自己這個品牌 這樣子我如果以後未來 如果真的可能要移到別的地方去 我才有這個可以把觀眾一起搭過去的能力 對不對 這是要經營你的啦 那如果說最感動難忘呢 我應該會還是不會忘記 就是之前我們吉拿棒 就是辦的那個包場 我們那個復仇者聯盟4的 大家就一起看 復聯4然後看到 有沒有 Avengers of Sample 巴巴巴巴 哇全場鼓掌鼓掌然後歡呼這樣 我覺得那個 那感覺是最難得的啦 難能可貴耶 很感動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自己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回復到 可以做到那樣子的狀態啦 那我們就是繼續加油 我們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看完一部電影之後呢 分析電影有沒有一個習慣的順序 我通常啦 就是都會去看 先看這整個觀影的過程跟感覺啦 就是我被帶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這邊起伏起承轉合的感覺是什麼 這第一個 再來就是看這個導演拍片的這個 這個想要執行的東西有沒有執行好 他是想要讓我們去感受什麼東西 有沒有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演員的部分 演員有沒有把這個角色這個給扮演好 有沒有演好這個角色 再來就是會去看執行面的東西 不管是特效啊 音樂的表現啊 或者是服裝上的安排什麼 跟整個視覺特效等等 這些就是執行面的東西 我就是通常都是看這幾個面向啦 如何規劃工作跟休閒的時間 我現在目前啦 工作的這個都還蠻規律的啦 我現在目前1到3的中午 比較會是有可能會有試片的時間 因為試片通常都安排了這段時間嘛 那我通常禮拜三就會有 我們現在的Podcast要上 所以我禮拜一禮拜二可能就會 稍微會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通常2或3也會上一支影片 像這禮拜我就做這個10萬的這個QA嘛 那現在是禮拜一的晚上 我現在就是在拍片 那我明天我就會剪 禮拜三可能就會把它完成 然後上傳上去這樣 然後呢4跟5呢 比較多是會準備那個禮拜五直播節目 電影庫拉布的內容 所以6日呢通常都是會有自己的時間啦 就是我工作的跟休閒的安排是這個樣子 如何增加自己的內涵跟魅力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有自信 我覺得這個這兩件事情應該就是 要源自於自己的自信 我覺得那個自信很重要 如果你呈現出來的是一個 很有自信的一種感覺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嘛 你對自己有信心呢 人家才會感受到你那個魅力 對所以如果你在扭扭捏捏捏什麼呢 就欸這就沒有魅力了 所以我覺得建立這個自信是很重要的 會因為要做影評導致看電影呢 會更加忙碌嗎 會喔一定會的 你原本看一部電影 最近來說是一個休閒 是個娛樂 但是我要做影評的話呢 我看電影就是要去用眼睛跟腦袋去記錄 我看到的內容 然後我要什麼樣去把我的想法給做成一支影片 所以一定是會變得更忙碌的 但是就是工作嘛 我覺得這就是工作 除了電影跟影集之外 會不會對遊戲有點想點評的想法 欸有欸 像我最近那個對馬戰鬼 其實就蠻想要做的 但是我覺得 你知道有很多很多遊戲的實況主 那他們的主要的內容就是遊戲 所以遊戲一出來他們就是玩 有些那種熬夜把它拼的 把它破關的 然後做點評的什麼的 很多很多 我覺得如果我現在要做遊戲點評的話呢 這個上片的速度絕對會慢很多很多 我還是可以做啦 但只是說大家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像對馬戰鬼 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 那如果效果好 大家喜歡 就麻煩多多支持 因為你們的支持跟這種留言 就是我才可以知道說 各位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不要再潛水了 好以上就是這一次的QA影片了 真的很謝謝大家踴躍的發言 這個十萬得來不易啊 我們這真的是衝了蠻久了 支持的人可能來來去去什麼 但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大家都曾經陪伴過彼此一段時間 那會繼續努力的提供各位好的內容 那目前就是每個禮拜都還是會提供一些跟電影相關的內容啊 然後禮拜五呢是我跟太空小姐的這個直播節目 我們就是想要延續那個電影直播節目這件事情 那花了很多時間跟精力在那上面啊 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夠把這個社群建立起來 能夠一起來直播一起來聊自己喜歡的作品 對那之後可能會改到禮拜四啦 那之後反正就是鎖定各個這個社群平台 你們就會知道最新的消息了 十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字 我們也拿到一個從Youtube那邊拿到一個實際的獎牌了 那在這邊呢真的是非常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下一個QA影片呢我們就是20萬見囉 我們就20萬見了 那就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是部長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不久